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3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今年到目前为止,发布的路上警报总共有三个台风 台东全县或是部分的乡镇 也因为风雨状况而放了三次的台风架 而对于台风期间到底该不该放假 县长黄建廷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无奈地说 天气状况经常是处于可放可不放的模糊地带 让每个县市首长都难以决策 每次走进台风灾害应变中心 穿上总指挥官的背心 黄建廷总挂念着两件事 要不要放台风架避免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 接着就是万一农业发生灾害 除了官方补助还可以去哪里筹钱来帮助农民 他的路径大概就是沿着海岸黄建廷 所以几乎台风都在整个影响的范围 我曾经在主持这个防灾的会议的时候 我直接问如果你是县长 气象单位 那你要不要做决策 你决定要不要放还是不放 有时候他也很为难 连他都觉得很为难 新闻媒体经常使用 赚了一天台风架这样的标题来形容 风雨的实际状况没有预期当中来得严重 要不要放假对民众来说是得到一个答案 但实际上决策的过程往往瞬息万变 他就在边缘 然后有时候我们又知道说 如果放 应该可能下午台风就过去 下午就会变正常 可是一放 不可能说我宣布 早上停下午你回来上班 从来没有这种的 从来没有这种的 或者是我一旦决定放的 我发现是错误 我要紧急赶快再去做调整 又被骂翻 其实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做法 都让我们陷入很困难的状况 失去那个弹性 早上还有媒体在问我说 为什么今天这样的天气要停班停课 我是刚刚讲的说 气象局一定尽得最大的能力 来做预测的 这次这个情况也实在有够复杂 很多的动态都随时都还在变化当中 那我们也只能依据我们手上有的资料来做 最好的这个判断 所以我才会讲 假如这样的决策 事实上各自自己去做 然后各自来负责 承担那个责任 也许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不会那么大 天灾无法预料 决策不见得适合明天 民众和黄建廷的心里或许都在想 如果不要有台风 该有多好 记者赖永成台东市报道